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呢 以色列在9月17号 以现代版的木马图成记 有这样的方式 同时引爆了超过3000具的呼叫机 造成了黎巴嫩武装组织 真主党核心的成员有数十人死亡 3000多人受伤而丧失了战斗力 而其中最关键的船呼机 是跟这个台湾呼叫器的厂商 经阿波罗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那么经过美国华盛顿邮报 访问了以色列 黎巴嫩 美国 阿拉伯的国家官员之后 获知更多以色列情志机构 常年布局的相关新的细节 那么据了解台湾的呼叫器厂商 经阿波罗对于以色列的计划 并不知情 另外要看到的是 日本大阪在6号举行的 摇滚音乐节 惊传一起恐怖的意外 正当大家都随着音乐 在摇摆身体时 摄影机突然是从天而降 在大阪举行的日本摇滚音乐节 户外的演唱会 吸引了大概14000多人参加 但是传出了摄影机杂商人的事件 倒下的摄影机全场有12公尺高 重量是重达240公斤 突然的倒下 那这个都是人的一个会场 于是就有人被砸伤了 被砸到的4位女性 年龄是落在20几岁到40几岁之间 有头部流血 其中有两位送医 索性意识是清楚的 那么根据主办单位的调查 摄影机倾倒原因 是因为负责的工作人员操作失误 所以导致重心不稳 摄影机是连同掉价整个打下 我们 enfants了 今天的感觉是� UT in 在个技术上师 поп下来 见sa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